范冰冰、赵丽颖只是低学历,这些明星造假学历,被揭穿尴尬难掩,可以说娱乐圈的明星如果没有高学历,很多时候都被媒体有意无意踩上几脚。 范冰冰、赵丽颖都是最好的例子,虽然事业有成,然而喷子总是拿学历说好,不过他们两都坦言自己学历低,并没有造假学历忽悠大众。 然而接下来的这季伟,却是在对外宣传中谎报自己的学历,被媒体朋友打脸之后更是大写得尴尬。 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呢?某女郎巩俐,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,红高粱等作品扬名国际,被誉为东方最美的女演员,而她却对外宣称自己是北大的研究生,结果被爆料仅仅是研究生自修班学历, 被揭穿时,巩俐真是一脸猛圈啊,港星蛇诗曼,近些年来活跃于大陆影视作品中,出道的她自居瑞士海归,结果后来发现是一所野鸡大学,实力还不如国内的中专,真是尴尬。 知名歌手梁永奇,曾经对外称,自己是香港理工的毕业生,然而媒体去学校求证后,却发现她大学一夜,只读了两年就当歌手去了,不过她也坦言自己不后悔。 胡彦斌,国内知名歌手,在一次音乐采访节目中,她自爆自己的学历是伪造的,自己并非上海音乐学院毕业,坦言对不起观众,张亮颖,超女出身,以海豚音著称,参赛时谎称自己是四川大学外,国语学院学生,结果被打脸, 其实她只是成人自修班的学历,根本就不是统招生,不过现在的她还是很火,最近几年都往海外发展了。